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一些反应来做进一步的观察 特别访问台湾师范大学 政治研究所教授去照详探讨 非常欢迎教授您好 您好主持人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就仔细来观察中国大陆的反应了 在官方相关谈话在前几天 先看到在海南的博豪亚洲论坛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的这场会议 那么特别是台湾媒体的关注 相关谈话有提到 可能会对台湾的经贸方面的扩大交流 台湾媒体是解读时让利了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谈话 老师您怎么样看 大陆态度有什么样的讯息 是的我想这场学运 我应该讲总的来说 经过这三个礼拜多一点的这场学运 其实对台湾内部造成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看不但执政党方面 国民党方面 在这个推行福贸协议的这个政策上面 受到了一些的延荡 那么民进党方面 其实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他们这个苏贞昌先生跟谢长廷先生 两位都放弃了党主席的选举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场学运的本身 直接冲击到其实是台湾的内部 那么也因为引发学运的这个议题 主要就是普贸协议 所以他当然会对两岸关系造成的冲击 那也是不可小觑的 我们了解了这样的背景以后 我们再来看 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目前中共方面的一个反应 我们看到目前最高度的反应 就是刚刚主持人引述的李克强 在博物博论坛的讲话 那么基本上李克强因为以他的位阶 因为他等于是现在算是 中共最高领导层里面的人 那么以他的位阶来讲 他释放出来的讯息 基本上是善意的 所以我们台北的媒体 往往会把它诠释成为是很善意的 但是其实我们整体来看 大陆方面对学运 尤其是进入末期 以及结束了以后的 他的回应 基本上是有软的一面 也有硬的一面 那么软的一面 就是刚刚讲的李克强的那个讲法 特别是他那个讲法 就是说在扩大经济贸易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把台湾摆得比较优先的位置 这个是听到台湾的记者朋友 或者听到台湾的民众的心里面 听得比较舒服的一句话 但是我必须要特别强调 这是软的一面 那么国台办的张志军 张主任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其实也有类似像这样子的 比较软的一面的一个表态 换句话讲 我的观察是他们在这一场学运当中 学习到了一种软处理的一种态度 可是这并不表示是 中国大陆对两岸关系 持一个完全正面的评估 也就是说他们对学运的冲击以后 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持乐观的正面的评估 不完全如此 我反而是从国台办的经济局的局长 接受媒体的访问的讲话里面 我感受到了 事实上他们高层并没有给执行层面的人 任何的讯息表示说两岸关系 尤其是我们就直接谈福报好了 福报可以做任何的改变 他没有得到这样子的讯息 等于说目前还是在观察评估期 还没有定调 而且另外一方面 各位仔细看学运快结束那几天的时候 中共的文宣单位出来的讯息是 他们把太阳花学运定位成为最新的台独运动 一进化上等号 对 换句话讲 这个用大陆的操作来讲 就是把它定性为所谓的台独运动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太阳花学运的诉求就是 要把福报协定退回重新谈判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个人其实是蛮担心 是他对福报协定进一步的发展 除非是我们完全照原先两岸所签的 否则的话 这个要大陆方面改变他们的立场 我个人的判断是觉得不太乐观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北京的商务部前两天也发布了一个讯息 我从外电看到这样子一个讯息的报道 就是根据WTO的协定 如果两岸我们没有办法签署福报协定的话 他可能就是要回到WTO 因为我们两岸都是WTO的会员 那换句话讲 我们彼此之间更好的条件谈不拢的话 那当然就必须回到WTO 那WTO它有一个下属的协定 就是所谓的福报总纲领 就是加入WTO的国家 要跟WTO这个组织谈判福报总纲领 那么台湾已经是签约过了 就是我们是这个也可以叫总协定 我们是这个总协定的签约过了 那么大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签 而是还在谈判当中预估快则几个月 慢则的话应该是在半年之内就会弹出来了 那么大陆也会加入WTO的附属的福报的总协定 一旦加入了以后 因为我们双方都是这个总协定的签字国 我再强调一遍 因为台湾已经签字了 所以将来我们就要适用这个规定 那就是WTO的这个福报总协定 那么WTO的福报总协定 比起现在两岸之间 迷役当中的这个福报协议的草案 它的条件比较严苛 换句话来对台湾不利 所以现在变成 如果我们要求要修改 而大陆又拒绝不愿意修改的话 那很自然的它就要回到那个 对台湾更不利的那个条件 而一旦大陆方面跟WTO签订的话 那我们无权拒绝 除非我们退出这个协定 那我们一旦退出这个协定的话 那对我们的整体的经济发展的冲击会更大 所以在这种的状况之下 就整体的外在环境对台湾不利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福报协定 在后面在立法院的审议过程当中 如果又碰到了一些的困难 然后在大幅修订了以后 再送交北京 那么北京又拒绝的话 这整个的发展对台湾来说 是影响非常大的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 我们如果回到两岸关系来看 现在两岸关系本身 马总统执政了以后 从2008年到现在6年的以来 两岸关系的发展 其实主要是在经贸的面向 就是我们两岸关系 大家都认为说 马总统非常的亲中 其实所谓的亲中政策 他只建构了一个两岸的经贸关系 经贸没错 而这个经贸关系 事实上也还只是一个总协定 也就是ECFA 细节的东西都还没有 其实我们目前只是 两岸之间的经贸的关系 其实还是回到了WTO的本身 没错 所以在这种状况上 大家都已经觉得 他非常的亲中了 可是实际上建构起来 是只有经济关系 那么社会体育文化交流 虽然比民进党执政时期 稍微宽放一点 但是也还不是非常的方便 我举例来讲 就以我们学校的学术交流来讲 大陆学生来台湾的是有一些 但是我们对大陆来台求学的学生 其实我们给他们的限制 是非常多的 三线六部等等 所以文化跟社会层面的交流 其实是也有限的 最后就是台湾民众最敏感的 担心的政治的部分 几乎是在原地踏步 就是跟2008年马云九政府 接任之前的状态 在政治的交流方面 几乎是一样的 没有更多一步的 如果说有的话 只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交流 它没有政府跟政府之间的交流 基本上是也还是在原地 没有具体的议题抛出来 都还没有 所以我们总结过去这六年的两岸关系 主要是经济关系 我们的期待是透过跟中国大陆建立起来 比较密切的经济的连结 能够跟世界其他地区 特别是跟东协的国家 跟欧盟的国家 发生间接的密切经济往来 但是这个努力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到 遇到的很大的困难 所以说如果货帽协定没办法签订 后面的货帽协定 因为它涉及到的层面更大 所以更困难 恐怕更困难 那如果这两步都跨不出去的话 那其实两岸关系它是负面的 那对目前两岸是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 往前发展 但是现在似乎是有点触礁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近期之内有哪些观察指标呢 媒体现在也有人放大来关注 就是说国台办主任张志群 原定4月下旬访问台湾 那这是不是一个其中之一 我们可以观察的 还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进步观察 中国大陆通常在处理岸关系 像刚才我们听到老师所提到的 目前都是软性的回应 但是是不是可以再耐心的 细部来观察中国大陆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做法 我觉得丽姐你刚才的分析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下一个重要观察点 当然就是张志群能不能如期的来台 那么来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状况 这纯粹是假设 如果张志群来台湾 如果再度在台北的街头 或者台湾的任何的地方发生 陈云林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所产生的那样子的一个冲击的场面的话 那这个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会是非常的倒退的 这是第一个观察点 第二个观察点就是 即便如果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张志群到台湾来 他的发言的内容是什么 他对福茂协定的可能面临到的修改 有没有提出具体的回应 还是只是到现在一样 只是一些听起来很好听的软性的回应 可是实际里面内容是空泛的 如果都只是这样子的话 老实说那这个对两岸关系来讲 只要张志群可以踏上台湾的土地 基本上对两岸关系来讲 我们的权势都是往前的啦 但是他的实质意义有多大 如果我刚才讲的那种两种情况 其中之一发生了 他即便来到了台湾 踏上了台湾的土地 恐怕他的实质意义也不是很大 只有形式的意义 所以应该这样讲 我们受到这场血运冲击以后 两岸关系其实加多了非常多的变数 那么刚好张志群又在5月份就要来 照计划5月份就要来 那么在这么短的期间之内 北京方面是不是会很快的定调 对台北的经贸的一个底线 如果这个底线很快的出现 而且对台北市基本上是 确实如他们口中所说的 不但口惠而且实质的话 那这个当然我们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就比较放心了 如果只是口惠而实不质 那这个就表示说形式意义可能比较大 最后如果口也不会了 实也不至 那这个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就是负面的 可以请教教授就是说 如果张志群访台是顺利成行的话 也可以这么的解读 就是说两岸关系原本很好的状态 并没有因此反转 但是口惠是不是实质 当然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我想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判断现在站在北京的立场 当然是希望张志群来台的这件事情 能够如期的进行 那么但是就是我刚刚讲 它来了以后有没有实质的内容 如果纯粹只是来到台北 那么做一些这个国际宣传 那么这个还要有一个假设 就是我刚刚讲的 台北的街头没有发生任何的暴力型的冲突 这样的话至少还有一些正面的宣传价值 但是万一发生了 而且我个人的评估发生的可能性会蛮高的 只是说它发生的爆裂的程度有多大 这个我不敢随便下断言 但是反服贸的学生 反服贸的群众结合在一起 从张志军下飞机开始到一路上 他走走的这个如影随形的抗议 有没有 我想这个恐怕是很难避免 那如果真的再发生暴力性的这样子的群众事件的话 那么透过国际媒体的宣传 那这个对两岸关系正面加分有多少 我个人其实是很怀疑的 所以回到我刚才讲的 即便我判断北京现在是希望张志军能够如期来台 可是这里面的变数 因为透过学运的刺激以后变数非常的多 那么北京方面应该一时半会儿 还不会对这个所谓的对台政策 有任何的一个拍板性的一个重大突破 好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请教过老师 就是马熙会是不是可能就是两岸领导人 之前老师的判断也是非常的保守 那现在又投下这么多的变数 恐怕马熙会是否能够实现 还有很多的关卡要突破了 是我想应该是这样 如果现在还谈马熙会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原木求鱼 因为我刚才讲的主要现在两岸还是经济关系 所以把经贸关系搞好还是最重要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 曲兆祥钦 针对反复冒行动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提供相当精疲的分析 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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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id 谢谢大家